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不过我也受到批评 那这样这个我在最近几个星期呀 我就讲过一个关于中国科技和美国科技的竞争问题 那我就说了我说中国当然是远远弄好于美国的科技 但是中国有他的独特的某一些政策的优势 比如说在隐私方面他无所顾忌 他可以烧集很多数据 所以他可以去微信可以去抖音 那么在某一些尖端科技方面中国也可能会了 不会弄好于美国甚至在某些领域里面还可以领先美国 结果我这个讲话的引起这个一些观众的反对 那么其中还有一些在中国的科技的投资者 非常熟悉科技领域 还跟我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这个类型 隶属这个中美之间的科技的差别 他的基本观点就是 中国还不仅是软件赶不上 更重要的是硬件赶不上 也就是说简单的说吧 没有硬货 没有硬的基础 他认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中美之间的科技啊 没具有 不具有可比性 他也不认为一帮美国的华人科技家 科学家回到中国以后 会创作出一些美国人不能创作的东西 他认为中美之间基本上的竞争性呢 没有 那么 我就把他这封信呢 维文的长篇的把它制作成了一个节目 然后部分给我的观众听 结果呢 相当多的观众是支持他 啊 不是支持我啊 所以我今天来是告诉你 其实我每天也是受到很多的批评的 啊 有些事情我也是主观的想象 主观的一些观点做媒体嘛 我们毕竟是比较浅薄 对吧 但是呢 在这个科技领域很多人比我们思考和了解的要深很多 做媒体的人的遇到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一个大问题 因为像媒体像报纸的总编辑媒体需要的是通才 但是你要讲这个问题 中国跟美国的科技力量哪一个高 那就美国各种各样的华人在科技领域里头握虎藏楼 各有各的专才 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数据 他们自己的经验 他们平时窝在这个实验室里头 他们自己在干什么 他的美国同行在干什么 他们比你一清二楚 啊 因为您现在坐在这个纽约的这个这个 电视这个工作室里头 他可能在麻省理工学院上班的 啊 他知道你说的话 跟他的体验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通才跟专才 闹出来的矛盾 而且他身上他有数据 各种各样的数据都表明啊 中国的这个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啦 什么2025年啦 这些东西啊 这是 并不是太实际 何况 有很多是不可类比 他说的 你这位朋友说的完全对 比方讲我们在美国 常常说R&D 研究开发 研究开发 简称就是开发 什么叫研究开发呢 就是主张原创的发明 一九二零二零二零一六年美国这个研发 全国国内的经费高达五千一百零三亿美元 世界第一 中国在这方面 R&D 国内的支出 据报 达到两千三百七十八亿美元 位居第二 但是比不上美国的一半 但是在这打住 且慢 中国的数字有没有水分 中国总理李克强就说交上来的数字我一概不相信 他只相信这个货车运输量跟这个用电量 所以这个两百三十 两千三百七十八亿美元 这个R&D这个数字有没有水分低我们不知道 第二中国有真正的R&D吗 还是他这个研发里头涉及很大比例的抄袭呢 如果他有美国的这个R&D 这一半也不到那现在这个芯片呢 这个办法怎么解决呢 啊 这我是门外汉 我不懂 我就看一些表面的事实 比如中国这个大飞机C919 四年前他这个飞机还来香港 飞转 香港的电视新闻 啊把他这个大外宣吹的 不能说吹啊 把他宣传的 那非常的牛逼 现在忽然就说 美国停止供应芯片 就把中国的喉咙给 牵住了 那你 两千多亿的这个R&D啊 到最后你栽在这个芯片 芯片这个上面 那你这个R&D有多少意义呢 这我就不懂 而且 这个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学生呢 这个数量 大学生或者是科学技术 研究人员的数目 2015年呢 这个中国的科技人员呢 全国 162万 美国138万 但是我们不要光看数字 要看这个数值的问题 这个数值什么 还有一个就很有误导了 这个高等教育的问题 是不是 这个高等大这个大学教育 其实就是人类科技创新的摇览 跟这个基础 那你现在北京清华 我看有时候这个排名是世界百大 一百大 但是北大清华里头 我不是这一门的 那里头的有多少这个科技人员 他们的这些原创 发明的玩意儿 在国际上得到多大的承认 这个必须要这有几个标准 第一诺贝尔 物理学奖 化学奖 医学奖 这三十年来 不要说三十年来 二十年颁过给中国科学家有多少人 据我记得就涂悠悠啊 那个老太太是不是 涂悠悠啊 这个名字还是非常雅的 出自诗巾 可见这位涂教授也是家学渊源 他家老太爷一定也是民国的知识分子 是不是 他就得了个诺贝尔文学奖 就是一个其他还没有达成临地突破 但是这个日本啊 美国啦德国啦这些人啊 这个得到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 就非常的高了是不是 还有就是论文啊 期刊的这个发表啊是不是 这个中国这个论文呢 在西方文明世界承认的这些有学术权威的这个 期刊里头会发表多少 而且呢总不过了几年就说这些论文有水分 这些论文里头有政治大外宣的意思 或者是这个数据不可靠诸如此类 所以呢这个呢我再强调我不是内行 但是我手上只有数据 这个要把数量跟质量两个合起来一起阅读 在所以在这方面 我看何总理这个听众观众的朋友啊 他们有点滴在心头的体会 这个我们做媒体的人呢 就是我觉得媒体这个行业就是叫潜播行业啊 你把他认为是通才我觉得都谈不上 因为媒体都要接受无数的信息 你不可能对很多的信息有真正的了解 所以媒体这个职业也是需要谦卑的一个职业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很多的领域你根本不了解 所以不能妄下这个结论 专才也要谦卑 有一个专才叫潜学生 他回到中国就有欠谦卑了 在大要禁的时候 复合冒产万金是绝对能够实现的 我支持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个大要禁 他认为什么光合作用啊 这个那个呢 不知道他也在大陆 发表这个论文 说这个冒产万金 绝对有可能 而且后期啊 还宣扬特异功能 是不是 为什么有些华人的科学家 华人的学者 而且是顶尽大学的 比如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的 不是林一夫 他回到中国他就讲多少多少年 中国会赶上美国 超过美国 现在人们就把这个数字拉出来 时间拉出来看 好像还没有实现 那么 有人就说这个林一夫有点像这个经济学的前一学生 那其实我看的不仅是经济学上是这样 政治学也是这样的 在美国受了很好的专业顺利一回到中国 就完全变了 怎么回事就变成前一学生了 你说是华人还是外国人 华人 华人是这样 在美国的那个学位 首先他要去美国的时候 是对美国很向往的 他这个目人生的最终目标是拿这个绿卡老婆孩子接过去 好了你绿卡的目的达到以后呢 人往高处 得到美国大学的一个教授或者研究这个 一个月薪 月薪有多少 现在的美国当个教授年薪有没有十万块 美金呢 那不一定 那看什么教授 也不一定 如果这个文科的更惨 六七万美元 那跟你一签约 拿到了个终身到了六十岁请你退休 然后很难拿到终身了 美国的大学教授是有名额的 教授那个人不死 就没有那个名额 你就只能到座里教授 副教授 然后我们这个大使馆在美国 这有这种侨连办 有这种 知道在哪个大学 有哪个华人 在某方面做出一些成就 那么 跑到了哪里都是中国人吗 是不是 那就会有相关的同志来给你做点工作 在美国待下去不是不好 那不是上面有玻璃天花瓣吗 你刚到六十岁能够挣多少钱了 来往国内走一趟嘛 一乡别紧这个十年八载啊 哎呀 这幅光景啊 也是很难 很难收紧啊 是不是让你来一趟 我们现在国内有在这个科研方面 有很大的发展 而且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啦 而且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啦 不起来啦 还可以合股啊 还给你一个什么股 股东啊 董事啊 你在美国教授教到六十岁也不够说六万美元啦 但是如果回国发展了 三年后就成为 上市公司 这个主席 是不是 有很多这个美国华人 第二阶段去中国两三趟 真的捞到了钱 很多很多的钱 比你在美国多很多的倍的钱 这个钱是不是国家 有一位朋友他得了大奖 但是呢他在美国一个大学的拿到了一个教授的职务也不错 碰到他一跟他一起吃饭 他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 他说截支票都截得手软 什么截支票 支票太多了 一下子是研究院 一下子这个大学请他当教授 因为这个朋友是 你说大陆 中国大陆 对啊 中国大陆 对啊 对 因为国家心里是很惦记着 不 那些大学说 你来不来的无所谓 上不上课的无所谓 或者你以你直来 几个星期 或者来几天 或者只露一个面 我就会给你这个钱 对 这个亮相费 登台费 因为中国有钱 你去一趟 不要说这个捞个20万 人民币 那个时候还能汇出来 现在比较困难了 是不是啊 20万人民币多少 3万美金 就去一星期 而且一景还乡 而且呢 这个 北京这个大学生呢 坐满一个礼堂 很热情 坐在头一排的都是 林大教授的粉丝 你研究着什么光纤啊 这个那个呢 他都懂 而且长得一个像张子怡 另外一个的像这个 李平 然后坐过来挤过来 拿这个手机 来来来 教授我们来喝个瘾 我们来喝个瘾 然后 交换一个 这个 这个微信号 这教授回来芝加哥 哎呦 一看11月 都快下雪了 心严意马 哀声叹气 就想起 那个在清华大学 讲的立刻 红袖天香 坐在前排的 这个小张子 晚上 哎呀 您怎么这么了解 睡不着啊 哎呀 看见旁边 看见睡在旁边那个黄脸婆 已经45岁了 在美国吃汉堡包喝可乐 已经胖得像五猪一样 你不能歧视 哎呀 但是 我是不是拿到了 我是不是拿到了绿卡 但是我忽然有顿目 是不是人生还是欠缺了什么 欠缺了什么 就是欠缺了祖国 是不是 祖国让你跑一趟 给你这么多钱 你敢不敢进 我都敢进 真心的敢进 是不是 真心的敢进 你下次再来 第三次再来 是不是 对 对 然后你一面拿了 这个登台费 一面就多么堆磨的想 哎国家真是很大的变化 啊 我跑到哪里 我到底还是中华儿女啊 是不是这个美国种族歧视啊 川普当总统这个排华啊 再加上这个什么新冠病毒啊 现在上班呢 美国同事看见我都跑得远远的呀 这总比不上我说一次这个什么中国民航啊跑一跑到这个北京啊啊这个飞机一下来就有人这个送鲜花然后专车 把你安排着你说你是美国华侨好照顾啊 不要住什么什么建国饭店就住在美资的瑞吉大酒店啊 兵自如归是不是啊啊 我能不这个新花弄放吗啊 我当然觉得国家好啊 所以这个思想变化啊 他说你去想一想 我到中国去讲课啊 一双双 水汪汪的眼睛 你能不激动吗 很激动 很激动 对不对 毕竟是人 毕竟是男人 毕竟是上了年纪的男人 对不对 哈哈哈不能再讲了不能再讲了 我们的节目再讲下去我们就会被YouTube给禁止了 不会不会 很有文化这个节目很有文化 好了好了 今天我们只能到此为止啊 什么事情我们只能点到为止 谢谢 非常感谢陶家先生 感谢我们的编导 感谢我们的观众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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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